地油價打擊下 頁岩油漆企業破產消息接踵而來 現在預計大概會有250多家 頁岩油企業會進入到 這種破產保護的一個過程 這次的破產實際上代表了 頁岩油漆從1.0進入2.0的版本 頁岩油破產潮衝擊華爾街 9300億企業債券風險高懸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形成 我們說的這種金融風暴 或者叫金融危機 我覺得這個影響 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頁岩油泡沫會就此破滅嗎 使得油漆行業的話 能夠在跟新能源的對抗中 然後不斷地去壓低自己的成本 重新洗牌以後 應該活下來的企業會更加地健康 《海經正前方》正在關注 自今年4月份 國際原油市場出現 史無前例的負油價之後 原油價格逐漸趨穩回升 目前已經穩定在 每桶40美元左右 然而美國的頁岩油氣行業 卻已經是撐不住了 紛紛地申請破產 4月1日 懷庭石油公司申請破產 引發了業界內外的關注 到6月底被稱為是 美國液炎氣革命典範的 切薩皮克能源公司 申請破產保護 7月16日 美國加州最大的油氣生產商 加州資源公司 申請破產保護 成為了油價暴跌的 又一個犧牲品 這一系列破產 彰顯了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下跌 對整個行業造成的巨大衝擊 大批液炎油氣生產商 和勘探企業破產 股價暴跌 又對為其提供 主要融資的華爾街造成了衝擊 華爾街開始擔憂 高達9000億美元的債券風險 然而另一方面 投資家巴菲特 以及一些大型的能源企業 卻正在展開新一輪 一岩油氣資產收購 本期節目 我們就將會分析 一岩油氣產業 為何被指控為龐氏騙局 在目前的低油價下 一岩油氣產業 華爾街資本 以及傳統產油國之間 又將會如何博弈 因石油價格下跌陷入困境 美國頁岩油公司破產消息 接踵而來 4月初 開發和生產頁岩油的 淮庭石油公司申請破產 成為第一家 因為油價站申請破產的企業 6月下旬 美國第二大天然氣公司 切塞皮克能源公司申請破產 7月中旬 加利福尼亞資源公司 尋求破產保護 7月底 美國頁岩油勘探商 玫瑰山資源公司 申請破產保護 一家美國國際律師事務所的 調查結果顯示 自2020年3月以來 在美國申請破產的 石油和天然氣相關企業 已經超過30家 那麼預計到明年底 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現在預計大概會有250多家 頁岩油企業會進入到 這種破產保護的一個過程 切薩皮克能源公司總部 位於俄克拉荷馬州首府 俄克拉荷馬城 2008年市值曾達375億美元 是美國頁岩氣開採生產行業的巨頭 那麼切薩皮克 它是頁岩油行業的明星企業 在1989年成立 當時它引進了新技術 就是水瓶賺井 和水力壓裂的這樣的技術 那麼開始成立的時候只有5萬美元 到2008年市值最高峰的時候 市值高達350億美元 但是到今年6月份 宣佈破產的前一天 它的市值已經只有1億多美元了 切薩皮克公司聯合創始人 麥克倫登 在同行對液鹽器潛力 感到懷疑的時候 堅定地使用水力壓裂法 和水瓶鑽孔開發液鹽器 在高峰期 切薩皮克在 路易斯安娜州 打了超過1200口汽井 麥克倫登開發液鹽器 為美國帶來了廉價的能源 利用天然氣發電 降低了當地電費 到了2008年 切薩皮克成為全美國 第二大的天然氣生產商 僅次於行業巨頭艾克森美孚 公司估值達到356億美元 麥克倫登也因為身家水漲船高 而列入福布斯美國富豪榜的 前400位 那麼我們說這個行業裡面 很多小公司 它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就是在美國 如果你擁有一塊土地的話 你其實是有開採權的 那麼一旦開採到了這個燕燕油的話 它就可以把它直接接通到 傳統大的石油公司 所建好的基礎設施裡面 就是傳統的石油管 美國的石油行業的基礎設施 這個公司還是非常地完善的 所以這樣的話你就賺到錢了 等你賺到錢以後 你就可以繼續擴張 慢慢地去收購 併購 這樣就可以把自己越做越大 我覺得這家公司 應該是代表 應該可以說是燕燕油行業的1.0版本 它是代表著上一個10年裡面 就是快速崛起的一些公司的這種情況 就是他們其實 普遍運營能力並不是那麼強 它更多強的是一種 財務還有金融槓桿的一些使用能力 就是它通過不停地加槓桿 然後去收購資產 然後在自己沒有去 特別強的這種開發能力 然後它把這種資產通過包裝 然後通過資產價格升值 很快地把它轉手出去 然後從裡面獲取巨額的收益 2016年3月3日 56歲的麥克倫登 開車撞上俄克拉荷馬市 這座高架橋下方的側墻 並且起火燃燒 麥克倫登當場死亡 就在車禍的前一天 美國司法部正式向麥克倫登 提出反壟斷起訴 指控它串謀另一家公司 在2007年至2012年 美國地皮租賃熱潮期間 壓低勘探租約的競標價格 如果罪名成立 麥克倫登將面臨 最高10年的監禁 以及100萬美元的罰款 但麥克倫登回應稱 指控是錯誤的 但後面就是 它自己的運營能力 其實並不是想中那麼強 包括它在12年之前的時候 當時期價屬於比較高的水平的時候 簽了很多所謂的 招付不義的協議 然後包括它的官網的運輸 成本都非常高 然後就是因為它缺少一些 足夠對市場的一些動盡力 以及它自己經營能力 也不是那麼強 所以說後面 一旦是這個行業出現下行的時候 它就扛不住了 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全球原油需求暴跌 使得美國最大的幾家 頁岩油生產商 資產減計達到380億美元 淨虧損超過了 過去6年的平均水平 分析人士表示 除非油價上漲的速度 能夠讓頁岩油生產商 避免被沉重的債務負擔拖垮 否則明年年底之前 可能有250家頁岩油生產商破產 從2014年之後 其實就是一個分數領 像Chata Peak這種公司 可能就是它遲早是要被 掃進歷史的這個垃圾堆裡面 那麼其他的一些重運營 然後同時重資產質量的公司 就逐步地崛起起來 所以說我覺得它這次的破產 實際上代表了 頁岩油器從1.0進入2.0的版本 一個企業的破產 往往是另一個企業的機會 就在越來越多頁岩油器公司 破產的時候 油器行業又頻頻傳來 大筆收購的消息 7月6日 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哈薩韋公司 宣佈將斥資40億美元 收購道明寧能源公司的 天然氣傳輸和儲存資產 包括承擔債務在內 這筆交易總額近100億美元 7月21日 美國石油巨頭雪芙龍宣佈 以換股方式收購石油和天然氣 生產商諾貝爾能源 作價約50億美元 為今年油價崩潰以來的 最大宗油器賓購案 由於整個價格變化以後 現在很多公司的債券都非常地便宜 可能只有原來面值的30% 那麼很多發行股票的這些公司的話 他們的股價可能跌了30% 有的跌了70%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一些大神的企業願意拉自己的股票 去換取對方的股票 低價收購 這也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那麼對於像巴菲特 這樣的德克希爾哈沙偉這樣的公司 他們傳統上 它的業務收入 主要是依靠保險和非保險的業務 那麼非保險的業務裡面 最核心的其實就是能源 加上還有一些運輸的行業 那麼這兩個行業之間 又有一定的互補性 所以巴菲特在今年的出手 大概是97億美元收購了 我們說叫Dominion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天然氣的運輸和存儲 那麼對它來講 是作為一個傳統保險業務的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補充 頁岩油引領了 美國石油生產的復興 在過去10年幫助推動 美國石油產量增加超過了一倍 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 並使得美國在能源 和全球市場的地緣政治競爭中 成為了重要的參與者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 頁岩油僅關停 使得美國石油產量迅速地下降 今年較早的時候 美國石油日產量超過了1300萬桶 而美國能源部5月份預計 到明年初 美國石油日產量將會下滑 至約1080萬桶 其實早在去年 由於許多頁岩油公司難以盈利 投資者已經不看好這個行業了 金融市場分析人士現在認為 即使這個行業復蘇 增長不乏 也不太可能回到近年來 狂熱繁榮時的水平 這主要是因為在多年 糟糕地回報之後 這個行業與華爾街的關係 已經惡化了 下節回來 我們將會去關注 華爾街怎樣看待 一岩油氣產業的前景 與傳統油氣產業相比 一岩油與金融市場的關係 更為緊密 甚至有人說 美國一岩油存亡的真正主宰者 是資本市場 或者說是華爾街 多年來華爾街投資機構 美國一直在為一岩油鑽探活動 提供資金支持 有數據顯示過去十年 上市公司中的 美國大型石油生產商 在鑽探和采油方面的投入 超過一萬億美元 主要投在業研業務上 但美國的投資銀行估計 這些公司到目前 從石油業務中產生的現金 為8000多億美元 還遠遠沒有回本 這就導致了 投資者已經失去了耐心 當油價下跌 所以當越來越多的企業破產的時候 衝擊波 開始波及華爾街 甚至是更多的領域 3月7日 OPEC加減產談判不歡而散 沙特隨即展開報復式還擊 宣佈4月將大幅調低出口油價 突如其來的價格大戰 引發國際油價價格 遭遇歷史性暴跌 3月9號周一 國際油價突然出現斷崖式崩盤 最多時暴跌三成 全球股市 匯市 債市 隨即陷入劇烈動盪 3月9號晚間 美國股市開盤 三大股指開盤大跌 標普500指數開盤4分鐘 便下跌7% 直接觸發第一層熔斷 導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 需要暫停15分鐘 油價大跌 不僅衝擊了能源公司的股價 也影響了 以它們為發債主體的 垃圾債市場 在美國債券市場上 目前 能源公司 佔美國高收益債券15% 投資級債券的10% 石油公司如果出現破產潮 將造成違約風險上升 驗油這個行業 它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特徵 就是一開始的話 它的產量會非常的高 但是接下來會快速的衰竭 快速衰竭以後 就導致你必須要去開採 更多的油井 那麼開採更多的油井 就需要很大的資本的開支 那麼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的價格下來的話 使得你的收支難以相抵 你就需要去擴大債生產 擴大去挖井的話 你就需要去到華爾街 到資本上去借錢 那麼借錢的話 由於風險比較高 開產成本也比較高 那麼競爭壓力比較大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成本實際上是很高的 那麼在華爾街融資的話 大部分這些債券 都被評為高收益債 或者叫做垃圾債 也就是被評級在BB以下的 油價下跌 受到打壓的不只是頁岩油產業 還有給頁岩油產業 供學的投資者 一旦經濟復甦不理想 那麼油價沒有起來 頁岩油公司就會陷入到 這種債券違約的這種可能性 就要破產重組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我們知道就是會整個 使得整個高收益債就會受到打壓 就不光是頁岩油行業 包括像航空公司 包括像傳統的酒店 傳統的很多製造業 可能都會遇到同樣的困難 那麼在困難來臨的時候 我們說投資者會有一個避險的動作 那他會去賣出他手上持有的股票 還有債券 那麼在賣出債券的時候 這些高收益債的話 由於風險非常大 所以他要賣的話 他就要打很大的折 可能打五折甚至打七折 那麼為了使得他的資本保留得更加的好的話 很多時候這些投資者會先賣出手上持有的藍籌股 就是好公司的股票 好的債券 等級比較高的這些債券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形成我們說的 這種金融風暴或者叫金融危機 我覺得這個影響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因為從目前美國的整個企業債存量市場來看 大概在10萬億左右的一個規模 10萬億美元的一個體量 然後其中的話 能源債大概能占到2萬億左右 能源債裡面其中30%左右的話 是這種垃圾或者說高收益債 大概在6000億左右的一個市場規模 那麼它占整個美國企業債市場的這個比例 大概就是在6%到6%左右吧 或者略低一點 然後占美國整個次一代的規模的話 大概在15%到20%之間 所以說它的這種債務的一個大規模的違約 或者說利查的一個大幅上升 對企業債還有對整個垃圾債市場 會有一些衝擊 但這種衝擊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我覺得與其說是 能源債導致美國可能出現刺激債風險的 這種說法其實倒不是說是 導致能源債出現問題的 就是背後的新冠以及美國的經濟 還有它金融體系的一些衝擊 那麼它背後的原因是導致近期的話 美國債券市場出現這些 那些就是垃圾債收益率快速上升 這個是主要的原因 石油產品不僅僅是能源產品 也是金融產品 許多金融延伸工具 是架在石油價格之上的 石油價格意外下跌 會使延伸工具對沖失效 造成更大的金融風險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今年以來美國採取了多項措施 幫助穩定石油價格 今年4月 當原油期貨價格暴跌 收於每桶負37美元時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 油價大跌是短期現象 眼下是購買原油的大好時機 將購入原油 以加強美國戰略石油儲備 貨價格暴跌 而且根據上 貨價格暴跌 貨物貨物 貨物貨物 在一層 非常有趣 7月17日 美國和印度官員表示 兩國已經簽署 關於戰略石油儲備合作的 初步協議 協議內容包括 印度可能將購買的部分 美國石油 儲存在美國的戰略儲備設施中 在此之前 澳大利亞已經在4月份承諾 購買6000萬美元石油 儲存在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設施中 以利用低油價的優勢 建立一個緊急石油儲備 在現在的美國的 經濟政治體制下面 石油 美元 美債 股票 整個資本市場 實際上它是一個綜合體 美國在美元和黃金本位脫鉤之後 後來跟石油 其實是以石油來定價 有利於維持美元 在全球的儲備地位 所有的石油交易都要以美元進行 那麼石油價格本身其實是波動非常大的 那麼這裡面涉及到很多國家 涉及到增產減產 那麼價格波動很大的情況下 就需要有金融工具去進行風險的對沖 所以一開始很多衍生工具被發明出來 它的本質是用來對沖風險的 是用來套期保值的 只不過隨著這個市場上錢越來越多 那麼就也成了一種投機的工具 那麼在這個市場上面 它具有這種風險很高 收益也很高 特別是短期波動特別大 這就使得這種跟石油綁定的 這種衍生工具就規模越來越大 債券股票都有對應的衍生產品 近期 隨著油價反彈至40美元水平 越來越多的頁岩油生產商宣佈 將重啟原油生產 美國最大的頁岩油生產商 也已宣佈計劃在今年下半年增加產量 雖然頁岩油生產商複產 可能會短暫提振美國原油產量 但市場普遍預計 因為石油僅鑽鈦數量已經大幅下降 美國原油產量 可能要在幾年後 才能恢復到最高峰的水平 需要的話 美國的美聯儲也好 還是財政部也好 都還會不遺餘力地去進行救助 所以這個積累的風險 有可能短期內會被壓下去 但是將來 這個實際上是市場現在比較擔心的 就是現在很多企業 所以我先從這裡 我拿到了救助金 但是如果經濟沒有起來 油價沒有起來 將來當我要去還這筆錢的時候 我其實是還不了的 所以這就是現在我們非常擔心的 一個這樣的 一個這種多米諾的 這種骨牌的效應 現在看來 美國的一岩革命 不僅是一種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 技術創新 更是一場資本對能源生產的 徹底變革 一個巨大的產油區 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 以驚人的能力 迅速應對價格變化 並隨著時間的推移 縮減成本 打破了傳統油氣行業的 盈利模式 短短十年就顛覆了 全球的能源格局 如今呢 美國已經成為了原油出口國 美國的液化天然氣出口 已經為全球的天然氣價格 設置了一個有效的上限 不過資本的力量 也使得這個產業 資深的優勝劣汰更為慘烈 輝煌轉瞬即逝 敗者東山再起 一切皆有可能 下節回來 我們將會分析 這一場頁岩油企業破產潮 對傳統產油國 到底是利好還是利空呢 從水比油貴到富油價時代 全球石油產業 如今面臨著多重風險 國際能源署預測 歐佩克今年全球石油需求 將比去年下降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原油需求的減少 意味著供應過剩的 可能性增大 這無疑將給歐佩克 及其盟友的減產 帶來更大的壓力 2014年 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 曾經以堅持不減產 導致油價直接被腰斬的策略 希望把當時成本高昂的 一岩油徹底擠出市場 但是並未成功 反而是促使了 一岩油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 今年4月據俄羅斯媒體一報道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 費薩爾表示 關於沙特希望終結一岩油 生產的說法是錯誤的 沙特致力於石油減產 並實現市場平衡 這說明石油產業的老牌貴族們 已經接受了必須 與一岩油共存的顯示 7月15日 石油輸出國組織發表聲明說 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產油國 已經同意從8月起降低減產力度 將今年5月開始實施的減產幅度 每日970萬桶 下調至每日770萬桶 歐佩克6月18日發佈的月報估計 今年下半年全球原油需求跌幅 將會比上半年小 並預料需求將會逐漸復蘇 美國能源情報署公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7月10日當周 美國原油庫存下降750萬桶 至5.317億桶 有分析師表示 這表示原油供應趨緊 市場信號顯示很快 將需要更多石油 我覺得需求肯定會出現一個回升 隨著疫苗的出現 以及隨著各國應對疫情的一些方式 逐步有經驗之後 它會有一些比較平和的一種方式 就是在經濟發展 以及疫情的控制中 一些比較折衷的方案 在這種情況之下 之前封城或者說 一些限制出行之類的這種 會導致原油需求下降的一些措施 會逐步地退出 在這種情況下 需求肯定會緩慢地回升 但是畢竟今年整個經濟 受到疫情的衝擊還是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需求 環比的回升是肯定的 但是同比可能也很難回到去年 或者千年這麼高的一個水平 可能同比會下降 但是對於目前歐佩克來說 它本身已經減開減了比較多了 那麼它同比也是有大幅的一個下降 所以說供需整體來看 我覺得還是能維持平衡的 中短期來看 我覺得至少在今年來看 就油價可能在40美元以上 應該是能維持住 而且可能會出現一些回升 但這個幅度可能就不會特別高 油價應該很難再回到60美元以上 今年4月 沙特與俄羅斯的價格戰 使石油供應在需求大幅下降的同時 反而大幅上升 美國石油庫存積壓在同月上升 也超過5000萬桶 此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下 美國 俄羅斯 沙特 沙特三大產油國 暫時修佔以穩定油價 但路透社專欄文章認為 美國總統大選 可能改變當前油市格局 一旦另外三大產油國 維內瑞拉 伊朗和利比亞的 大規模產出進入市場 修佔就會被打破 6月8日 沙特國營石油巨頭 沙特阿美宣佈 將作為基準的阿拉伯輕製油油價 每桶上調6.1美元 漲幅是20年以來最大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 強調 主要石油消費國 陸續重啟經濟活動 使需求復蘇 但市場還沒有走出谷底 從沙特這幾年 對油價的一些操作策略上來看 其實已經可以看出來 沙特它對燕油氣的認知 也跟之前發生巨大的變化 那麼它就認為 第一燕油氣是全球需求增量的 一個必不可少的一個補充 如果沒有燕油氣的話 那麼全球的整個需求 是不足以被滿足的 因為傳統的這個常規油氣的話 它的供應增長是不夠的 所以它也認可 就燕油氣必須作為市場的 一個必要的補充 那麼所以說它不會說 徹底去把燕油氣逼出這個市場 另外它也發現 就燕油氣的成本的話 會隨著油價的下跌 會逐步下降 那這種情況之下 沙特它也認為自己沒有能力 去能最終地去迫使燕油氣 退出這個市場 那麼它就是盡量通過跟這三方 就是跟俄羅斯 還有跟燕油 這三方共處的情況之下 去維持這個市場的一個平衡 那麼同時把一些高成本的區塊 盡量擠出去 雖然今年的疫情 沉重地打擊了美國頁岩行業 不過能源市場分析專家認為 35美元一桶的原油 並不會摧毀 美國的頁岩油開採行業 對美國企業的不利影響 僅僅表現在計劃於明年 開採的幾個項目放緩 走出這輪低迷期的 頁岩油氣公司的形式方式 可能會發生改變 除了油價 將來隨著經濟復甦 油價上漲以外 另外的利好來自於什麼 就是假如我們有一些新的技術 使得開產成本更低 還有一種就是國家 從資質上面來講 國家可以考慮 比方說放鬆 對這個行業的環保的這種約束 那麼還可以為這個行業 提供一些這種稅收上的優惠 比方說對一些降稅 採取減稅的方法 那麼還有就是可以提供 在這個租賃土地上面 提供一些優惠條件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行業 經過重新洗牌以後 應該活下來的企業 會更加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其實燕油漆 就是它更像是 類似於光伏這樣的一個行業 就是它的成本的話 隨著每一輪周期向下的話 會出現一輪大的下降 然後隨著行業緊急度的提升 然後會重新出現 頭部企業的話快速擴張 然後在下一輪的話 再會出現行業緊急度再下降 然後同時行業集中再提升 然後成本再繼續下降 這樣一個循環 所以的話也是這種原因 才使得遊戲行業的話 能夠在跟新能源的對抗中 然後不斷地去壓低自己的 然後不斷地壓低自己的價格 這樣的話相對於 它跟這種新能源的競爭中的話 才會保持一定的競爭力 否則的話比如 如果沒有燕油漆 目前油價很有可能 還是在60到80美元 那這種情況之下 會導致新能源的擴張 新能源替代會更快 燕油從實現商業化生產 到掀起能源革命浪潮 再到現在步履為堅 只經過了10年 對這個產業的評價呢 也從鼓吹讚美 迅速走到了失望之一 甚至有人認為 這就是一種頁岩旁氏騙局 無論如何 現在就給整個頁岩油的行業 發布告為時尚早 對於這樣一個 讓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 並且成為世界石油格局 三分天下之一的新興產業 美國政府和資本市場 絕對不會輕言放棄 另一方面 在過去的十年中 頁岩開採技術多次革新 成本也快速下降 行業自身也在不斷進化 使得它在每一輪 低油價的衝擊之後 都能夠再次復蘇 此次的陷入困境 也許能夠促使整個行業 從目前快速套現的模式 轉向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